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报的新闻都是有这个审稿的嘛 对吧 你看只有主持人 而且他说的量太大了 他天天说 所以呢 是最容易出错 还看什么节目 我们这样的节目呢容易出错 另外有些主持人的节目 大型的晚会 他台词也都设计好的 不一定 我就不是 是吧 现编的 现编的 所以出错更严重 我们这个节目简直就是错误本身 有时候我犯错犯的都烦了 你就觉得真是 对 就是人啊 你说人岁数越大 应该犯错越少吧 吃一欠掌一掷 我为什么有时候觉得我就想自杀 就是说人就每天晚上检讨啊 无往不在错误之中 怎么老犯错的 错误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 听过这个话吗 足球比赛 不是错判吗 那上面足写主席 最近被罢掉的足写主席就说了 错判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 而且还有说话这东西没有绝对的对错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所谓的错通常都是什么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如果这个人就看你不开心 他觉得你讲什么话都不刺耳 那你就永远都在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可能 You cannot please everyone 你不可能讨每个人的欢心 我今天在这边做 我觉得我今天讲的挺好 那网友也是一片骂神啊 不是 有些时候你不可能讨每个人欢心啊 但是有些错误是每个人都不能原谅 像是 你像是 你给别人造成的伤害 你知道吗 就是像是这个环球小姐 这个你看了吗 朋友说 我主持选美这么多年 我还没犯过这个错 他去问你小心 你在明天说 就是那个什么 我只能说 就是零公布之前有人说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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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信封 换信封 这个我有过 但是没有这个说出来的 就是环球小姐 我觉得那个小姐太难受了 是哥伦比亚的 哥伦比亚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这个主持人大声宣布 冠军得主是Mr.Kolombi 哥伦比亚小姐 你瞧瞧 这个中间的这个可能是上届冠军 上届冠军 然后把皇冠本来带到他 他手上 亲自再摘下来 亲自再摘下来 主持人又上来说 对不起 错了 是菲律宾小姐得冠军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呦 这个 这位哥伦比亚小姐 哥伦比亚小姐吧 不是菲律宾小姐 哭的是哥伦比亚小姐 然后那个菲律宾小姐说 他这个 因为他很错愕嘛 所以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这个整个节目结束 他到后台 他本想去跟那个哥伦比亚小姐 就是安慰他一下 对 你再看下一张 结果他说那哥伦比亚小姐 这个主持人 看模样我们中国一般 不会选择这个模样的主持人 要不说这个国际化 他这个在干什么 他就怕 因为你引起的这个错误 是可能人别人认为你作弊 不公平 所以他把这个翻过来看 证明是我的口误 不是选票上做了手脚 那么就是 这也奇怪 就这么念会念错 对啊 而且克伦比亚跟菲律宾 应该是两件事 很多啊 不是 有的时候呢 这个选美的主持人呢 他自己心里也有心头好 他一不留神 可能把他想的那个 你比方说什么 斯洛福尼亚 或者说斯洛华 那读错 还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啊 South Korea North Korea 那说不定 他这个差那么远 这个 所以你说这个 他们好像是一二名 是吗 反正那克伦比亚 已经先得了 他已经站到台上了 所以他就先 一般不会 一般是二三名 先读掉 对 要么第一 要么就是第四第五了 就就没了 就这样 所以就说这个主持人呢 我就觉得真的是 道歉应该是主持人的日常功课 因为你老出错 而且你比如说主持人就是开玩笑 这更是 我就觉得 哎呀 有时候犯了很多错误啊 你就觉得 往往出于你开个玩笑啊 人家别人不理解 你知道今天这个我发现真是多元化的社会 你一个越大的场合 你越得小心 对 你在你这个圈子里 无所谓的一个玩笑 可能那边不听火星来的人 哦 咋活 这就觉得 你知道非常他当真 你就可怕了 所以呢 我是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 就是 我也要像一位朋友啊 哎 我代表徐子冬 向人家那个致歉 徐老师在这里代表人家 对 他不肯道歉 因为他不肯道歉 他们一般的 你们的错都是我担着呢 你知道吗 多少次生死存亡的关头 都我担着呢 你知道吗 就是 辛苦了 好 就是说什么呢 徒悠悠的事情 当然这哥们呢 他也面临一个道歉的问题 因为那天我们在节目里讲 就说网上流传很广的一篇啊 就是假冒徒悠悠 诺贝尔领奖那个词 我还 他深情并冒朗诵 朗诵完了以后 我看回帖 很多人对你这个朗诵夸奖 是吗 说笑爆了 没错 但是呢 这位原作者呢 他也听进去了 对吗 这个原作者你看专门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首先人家是通过人问我 说哎 你们在节目里说那个呃 我可以找你们联系是吧 我说我说了吗 我说我说 我说跟我们联系是我说 是虚子 人家真联系了 人家真联系说你们让我跟你们联系干嘛呀 我说我没让你联系 来了 之后人家写了这么大一篇信 你知道吗 弄的我觉得 我必须我必须说一下 这位作者的名字呢 叫向俊平 目前呢 在武汉工作 是一个内部杂志的主编 你看人家写的 首先他很恐慌 因为这个一传出去之后啊 他向图先生表示了道歉 然后呢 他说前天 这个就说自从我写的民间版制词 建筑网络后 我一直处于恐慌之中 并且我也道歉了 害怕被人追究 对对对 但是说前天一个偶然的机会 看到了强强三人行的节目 谢谢节目中 窦先生 许先生和马先生 对我的着作啊 给予的客观积极正能量的评论 让我稍稍的送了一口气 我们我就接着说吧 他就说啊 这个目前 风转已经降温 还没有人向我问责 在节目中 他等着有人来向他问责 他在节目中 问题是许老师还说了些别的 你这人家就当真了 人家说 在节目中 你们希望我与你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 包括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协的 是否真的能帮我实现 谁说要帮人加入中国作协了 加入中国作协是我说的 谁说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那不是我说的 那是我说的 这个 那马老师都没说话 他完全没有进入这个文校的境地 他很不买 买家会很不买 人家当真了 人家就说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选入语文课本 推荐加入作协能否帮我实现 我年过50 目前在武汉也是一个三无人员 无武汉户口 无大学文凭 无编制 但我热爱文字 喜欢通过汉字表达自己的观点 希望能够联系上您 我的电话是139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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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咱负责任吗 你开这个玩笑 你开这个玩笑要负责任吗 上次咱们读完了就在说 说这写的这么好 应该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人家就真追你了 我可以负责任的推荐这个作协的负责人 李静泽看我们这期节目 那作协的领导要是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那么他们自会联系 要是用我 我只是作协普通会员 对不对 我最多只能推荐 而且不像王蒙这么推荐这么有力 对不对 王蒙一推荐 郭静明就进了 对不对 我要推荐这位向先生 不一定能进 那我也可以跟这个向先生 能够兑现承诺了 对吧 我推荐你加入这个高中语文课文的方式呢 就是我在这节目说了 高中语文课文的这个编委会 他们会看到 至于选不选呢 那就是他们的事情 对 这个我帮你举件 你现在在一篇杂志上 要发表一篇文章 也就几万人看 这节目呢 看的人还更多 对不对 真正有意思的 又听 你有没有看过他写的这篇文章 因为 看了这篇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 我们这个国度啊 是不是有少数的朋友啊 有点这个幽默感 欠缝 因为什么呢 我那天说 我说那些大豹们 怎么可以 煞有介事的去批评 说这篇文章啊 把这个科学家的精神 给什么败坏了 搞的这种什么娱乐 什么之风 就怎么怎么样 哎 我说 你谁看不出来 他这个行文当中 难道真以为是 图幽幽诺奖领奖的词吗 这个谁都看得出来 这是高级黑吧 这是 我觉得是一种幽默感 我在念 但是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连向先生本人也认为 他是真诚的写下这些文字的 你说今天这个社会有意思吗 这个事情真是 我以为向先生 我以为向先生 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高级黑 我才会分享他的幽默 因为我们当时还提了两个建议嘛 我还第一个建议是 都问他的朗诵 应该入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对对对对 可惜说央视没回复 我可能卡在凤凰合约上 其实有些开玩笑的话 其实背后有很多前台词 不能多解释的 解释了就没意思了 其实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 那我想补充解释两点 严格说来 你用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名义 尤其是个名人 你发表一个东西 其实是有法律责任的 如果对 如果这个人他一定要跟你追究的话 是挺麻烦的 对不对 就比方说我现在用朱友廷的名字 在发表很多文章 这个文章跟你一点都不相干 你完全可以来指责我 就是告我 这是一条 当然这个是善意的 我相信 书先生也不会来找先生的麻烦 但是道理是这个道理 第二 为什么这篇文章 这个读了以后这么好的效果呢 这当然是因为我们主持人读的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那篇文章非常典型的 体现了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文体 这种文体叫什么呢 它综合了很多东西 第一 它是感谢 感谢毛主席 你想 感谢党 另外呢 它把很科学的话呢 作为文学枪 对 说明中国目前各种文字都是泛文学枪 没错 我觉得 什么青 什么绿 什么U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这篇文字的这个 这个如果说好的话 他好就好 他恰恰是嘲讽了过去的语文课本 对 那种标文那种模式化的语文枪 是吧 但是结果 各种弊病 最后发现他还不是嘲讽 不是嘲讽 人家是精华 你还没看向先生给那个图先生写的道歉信 那完全是因为崇拜 你知道吗 他是因为崇拜 他满怀真情的替图先生写了这个词 我觉得这说明这种文体啊 他真的深入人心 深入人心 而且到了这样的年纪 你还不是一个年轻的人 就经过这么多年 对年过五十啊 三无人远啊 而且等着我们推荐加入中国做协 我认为中国做协 没什么不可以让他加入的 对 你们入做协的很多人 未必比人家水平高 对对 来来来 又听说说 有什么观感 你说对于这种冒名的吗 嗯 我觉得 就像你说 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幽默感啊 就像上次我们不是讨论那个叫做什么 呃 Facebook嘛 克扎克伯格那一篇 对 诶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看 我以为是真的 我还想说马上说真有 真有种 没错 他敢这样说 我就出来跟你讲讲 为什么我娶了一个丑老婆 然后还把这篇 完完全全念给了一个 这个我外国的朋友 一个那种美国的 回来的孩子听 我说诶 看你们的Facebook 到中国 可能在清华大学 最近在演讲的时候 他好像讲了这一篇 我刚开始都不知道 念完他就说 这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Mark 然后我就说 真的吗 他的中文最近很厉害 他说你看这些文字 他绝对不会 然后我再回去再想一想 然后再去搜一下 才发觉 就是美国人 不会这样跟外人解释 自己为什么找了个丑妻 对 他说因为我从来不觉得他 就是 当然不会觉得他丑 他以为说他不会 中国人会跟社会解释 是吗 对 我丑妻家中宝 是吗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还没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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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看过来 这个我首先应该检讨啊 老是因为开玩笑 这个伤害了人家 对吧 以后说话呢 还是要这个正经一点啊 是 怎么说的 严肃一点 我现在说一个严肃的事 肯定是真的 这肯定是真的 计划生育 这个法将修改了吧 修改将在1月1号 还有几天正式实行 他们说那天晚上 整个小区的楼都在晃 那太晚了吧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晃了 今天晚上放假 今天晚上 这个几个月前就可以 晃了两个月了 不是 要赶在1月2号出生 那十个月之前就得晃了 也对啊 要走在政策前面 老是小朋友 你知道啊 要不说 对不对 当然也得控制好 容在12月底 那也不太好 他不是 就说不是不需要细腻的 去考虑的 你比如说 1月1号执行 我就发现人家 那个广东那边的 就很细致 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说 哎 那个 各位还没拿独生子女 光荣证的 一定要在12月31号之前 赶快领 因为过去独生子女 是有奖励的 有不贴的 对吧 可是全部都是独生子女啊 为什么还有补贴 我父母啊 你你你独生子女 就有补贴嘛 对不对 晚婚晚育 都有补贴 晚婚晚育 还有假期 对 他们说一下子就损失了 很多假期 对 他说可是现在鼓励 你生二胎 所以他假期是变长的 就是希望女生 就是怕说 不不不不不 以前呢 这个你是 没犯规 要是晚婚晚育的话呢 就有假期的奖励 那今后一开放 你这个独生子女 晚婚晚育 他不奖励了 所以他们的假期就减少了 可是生育二胎时 产假将会延长 因为本来有98天产假 产前可以收15天 难产的再增加产假15天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一个小孩 多15天产假 对 现在生育二胎 他也希望可以让他拉长 对 你说的是 以后能生二胎的 他们的假期就要加长了 对 那以前生一胎 一直受奖励的 他们的假期就做短了 是这样子 这世界总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对对对 当然这个又婷 现在 现在比如说 比你结婚是有点早 但是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呢 就是结婚以后就可以生孩子了 你有计划吗 我来采访一下你的育龄妇女 我希望可以 几年之内你希望 几年之内 但如果是40岁以前赶快生 起码第一胎我赶快生出来 40岁之前 你还准备生几个 两个 你倒挺符合大陆的政策的 对 想一国家 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小朋友 真的太孤单了 对 而且我最近不是为了 因为这个二胎要开始开放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 我们做新闻 很多网上的小朋友说什么 你敢生我就敢死 有没有 那个小朋友 才七八岁 就跟妈妈讲这种话 我就想那子还不快生 赶紧生 不然这小孩就真的觉得 他就是小霸王了 这一辈子 太可怕了 这得赶快生 我们上次放过一段录像 那哥哥把弟弟晃晃晃晃了 没错 没错 有个女儿真的就跟他爸说 他见他爸妈最近一直在晃床 他就说 说你敢给我生个弟弟 我就敢给你抱个外孙 这事就毒 但是有一个事 他们就说 这不快过年了吗 以后这个未婚男女 这次你再回家 碰着那个七大姑八大姨 他们在逼婚的话 在打听你的话 你也有词了 你可以说 你们不准备再生一个吗 你说最近这个内地取还的人 特别多了 对吧 以前就女孩子避孕还 最近都把他取 很多人都开始要把他取掉了 对 所以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行业 都兴起了 淘宝听说明年 已经知道主题了 就是母婴系列 明年双十一种母婴系列 真是 徐老师 你说中国会不会 慢慢的进入一个 在宣传上 又重视女人要生孩子 女人要回到家庭 这么一种文化上 我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的 因为我没有很多数据调查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情况 我觉得中国 你比方说你到深圳这些地方 你接触的就是 弱势群体 民工啊 他们从来都不是 独生子女 你 你绝少能碰到一个 比方说你随便你进一个法郎 你剪头发的 洗头的 所有男的女的 你去问 你找不到独生子女的 一般打工的都不是 换句话说 计划生育实行期间 其实广大的农村 根本也就没有遵守 只是区别只是 城市 以前要罚 现在就不罚了 而且呢 他们如果是两个女儿的话 他还会最第三个 最第四个 然后就欠债 然后就罚 尤其是某些区域 比较像福建啊 广东啊 有些地方的 非常传统的区域 这个 传宗接代 生小孩 是头等大事 什么革命啊 建设 现代化 人类前途 世界和平 拜托 这一条是最根本的 所以我就觉得 目前这个政策 对于这一部分的人群 没有影响 它只是不罚款而已 那么影响 影响的是城市 就是二三线城市 一般的白领 那么我自己觉得 城市哈 又分两种 如果比较高端的 那些那些城市的 当官呐 知识分子 或什么 现在很多海外关系 很多人呢 也都有办法出去 香港啊 什么什么 所以他们如果 真要生的话 他弄外面一个身份嘛 他就可以生了 他也解决了 台湾是可以随便生的 一直都说 一个孩子不嫌少 两个孩子恰恰好啊 那为什么台湾随便生 没有带来人口的 急剧增长 反而现在台湾人 好像年轻人 也是越来越晚婚 婉育 倾向于 现在台湾的 那个生育率是 负成长了 今年已经负成长 负一好 对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 第一就是 台湾以前 可能在这个时 就是在所谓的 七零八零年代 台湾的经济 正好往上起飞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时候 大家开始有钱 其实你就可以养孩子 对不对 就觉得家里面很和热 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家里变富裕了 以前是穷养不起 但就现在到了 现在这个时间 现在就跟内地碰到情况是一样的 因为你养小孩的家 那个费用太高了 所以我很多朋友也都不愿意生 或者晚婚了 你也生不出来了 所以现在是这个问题 我 你像我的一个台湾朋友 他甚至就觉得 他就要一个孩子 我问他为什么 他也挺奇怪 他觉得 他说我就觉得 父母亲所有的爱 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不要让他分散在两个孩子身上 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我不喜欢 我就是一直都觉得应该要两个 怎么样 我都得逼自己生两个 所以如果一次双胞胎最好 快速解决 但是我觉得 学会分享这件事情很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两个的那个 就像我跟我弟小时候 怎么讲 它是个很自然的一个环境 就是说会让你知道 为什么的东西 你必须要两个人分 然后为什么 妈妈有时候会顾不及你 然后你得自己找出路 你得自己玩 就会有这 得这样互相学习 生两个孩子 一般来说 在城市的环境里 需要一个女性 大概有五年不工作 就脱离一个工作状态 你看 他具备几个条件 为什么刚才你提到的问题 其实道理是什么 你父母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高 对 生小孩的困难就大 对 你明白吗 你五年 你前后嘛 你两个小孩 你比方隔两年 这个中间 你一个带到两年 你知道 这个要什么情况 第一个男的经济力量很强 他要中间最黄金的 三十多岁的这个年龄 可以让你不工作 我来负担整个家庭 不管小孩的费用 房子 车子 什么我都能 那除了做生意的以外 这就是很大的一个 你男朋友 达得到这个标准吗 还有 还有对于女人来说 她是她的事业的非常大的一个中断跟转折 是 有些行业 我隔了五年还能回来 我现在做秘书 五年以后我来做经理 有些行业 比方说主持人 演员 明星 体育的 色情业 都回不来 你好听一点 好不好 开玩笑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人 你知道朴景慧怎么说 他这个老单身是吧 他却挺懂爱情 他说呢 因为韩国也有这个问题 低出生率 年轻人晚婚 但是朴景慧认为 是原因是就业不稳定 韩国就业不稳定 然后朴景慧还说 如果不能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年轻人只会整天被生计追赶 心里面拥有的爱情就会消失 很有道理 你觉得他说 我这边还有个 内地人性生活不足 白领长时间工作 一半的人根据调查 每个月性生活不到一次 每个月不到一次 哎呦 这基本上 我还以为是 那跟立假差不多 不到一次 立假一个星期好几天 一个月好几天 而且他们 而且我朋友 医生朋友说 你就算就是你 例如说你成功的 就是 就是你 男生射精到女孩子里面 他说那也只有80%的几率 对不对 所以不到一次 你还得碰上 这个 着床的时间 然后你再 这个几率加一加 天哪 怎么生孩子 还有说 内地人生活少 性生活少 是因为大部分 20多岁年轻人 仍然和父母 还有祖父母住在一起 你住在一起 你就不好意思 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呢 反而是变成 中间系个断层 就没人想生 但是大学生 一直在 有这件事情 就一直在 堕胎啊 生孩子 因为在宿舍 最容易 最方便 对 他们现在都杀了 对啊 可是 就变成是 有一种这种 很不平衡的一个情况 这还真是 而且呢 你就说 你觉得工作忙 跟爱情 是会影响 当然会 肯定会 会啊 肯定会 就是 你不可能 就是 见不到几次的 我有个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 住在一起 他们两个六日 才见面 那我说 你平常呢 他说 不是出差的出差 非不见 然后不然就是 我睡了他醒 就是永远都是 错过的事情 我真的 我也就特别 觉得有这个体和 我有时候都觉得 这个爱情啊 咱们幻想中的 那种爱情啊 对于我们这些 打工族来说啊 是太奢侈了 真的 真的 我们的爱情 都是有杂志的 这是那种 梦想中的那种爱情 真的 那要有闲阶级 我经常就觉得 你看现在 你包括这个明星 他为什么一个个 都无疾而终 他们搞半天 那本身 你知道吗 就是忙 我跟你讲 有钱人也是 我跟朋友是大老板 然后我想说 那他 他的情况就是说 你晚上都要应酬 然后你应酬就喝多 所以你回到家 都是醉的 隔天又hand over 就是又宿醉 早上起来 又开始办公 所以他的循环 也是这样 除非他放一个长假 去欧洲玩个十几天 他得一定 他就一定 把他女朋友带上 他就因为只有这个时间 他可以比较 就是不想这些事 他如果在国内 他没办法 就是连有钱人 也是这样子 不用对大老板操心了 现在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以前都是男女工作的 现在内地开始 一个时髦 就是女的追求不顾 有很多人觉得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 我要生两个三个 对不对 我又要经济要稳定 我又要时间谈恋爱 但是很多学者在担忧 对 他们说这个诺拉出走 现在诺拉都不出走了 是 诺拉在家里挺好 那这些学者 为什么不高兴呢 因为他们觉得女权倒退 甚至人权倒退 整天吸收自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